我們現在用的這個OneNote這個平台啊 跟微軟那個OneNote筆記不一樣 兩個發音是一樣的齁 但是這個翻轉學習平台呢 他基本上呢 老師在學校用應該都還算OK啦 還算OK 那麼剛剛呢大家有用過了 其實你會發現在OneNote裡面 是不是做班級今年啊 或老師單純做功倍 市場也蠻不錯的 那您進到OneNote之後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有幫大家準備一個互動白板 平常問一下 老師會不會上課之後特別的問題就舉手 很少對不對 尤其具有教師身份之後 尊嚴很重要 沒有啦看一下 有時候就不好意思舉手啊 我們難免嘛 是不是老師的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人 本來就比較不習慣說 欸我有問題舉手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 那我們呢這邊你把它打開 這個也是Google的應用喔 Google有一張繪圖 所以老師您進到這邊之後 大家都可以用 好那最簡單的您可以用文字的在這邊 點一下 點一下 你就 我有問題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問問題 那這個是互動的 所以您進來之後大家都會看到 都會看到齁 在這邊 這是第一種 如果你覺得 恩 用這樣打字的我打字不是很快 沒關係 在這條線的下面 你看下面這裡 這個 按一下之後 有沒有叫塗鴉 因為有的人覺得我用畫的比較快 欸 你也可以來這邊 楊博耶 對不對 這裡呢 如果你畫了之後 欸 我可以自己移到這邊來 你可以自己移動一下 都沒有問題 這樣OK嗎 老師待會我可以一起連進來 因為我剛現在沒有老師一起進來 你們都很客氣 如果萬一這個位置別人畫了 可是你覺得這個位置地裡面 風水比較好 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這樣講 喔你看 有人進來了 變色龍進來了 還有兔子 各位 沒有人的 Google帳號是這個 因為他進來之後會自動命的 對 所以 我知道為什麼剛剛老師都不敢動 因為你想說我進來之後我會拒泥 這樣你會擔心老師那個是誰問的對不對 嘿 不要客氣 你看變色龍已經在打了有沒有看到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樣子 可以打破大家 舉手 或者是聚名的困擾 反正匿名的沒有關係 您就直接來這邊 那我看顏色就知道這是誰這樣 欸不錯啊你看 已經開始有人 老師已經放開了喔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好所以 您如果待會兒再用 我們上課過程裡面 如果有任何問題 您就在這邊發言 我隨時會過來這邊看 有看到有建設性的 我就會回答 阿如果老師只是 先玩一玩的 我們就把它 把你晾在旁邊 這樣 這樣OK嗎 其實這個 老師在平常課堂上也可以用 因為用 如果他是用平板嘛 或者是那個都可以進來看 你看現在大家都放開了有沒有 萬一指已經不夠了怎麼辦 我可以把它變大張一點好嗎 這個 我可以來這邊 我可以把這張紙變大張一點 把這張紙變大張一點 這樣有喔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說 因為有些人 他總是覺得我想要寫在旁邊一點 不想要寫在太中間 我可以像這樣把它拉開 我可以像這樣把它拉開 當然也有更快可以拉開的方式 因為比較大張 字就會變比較小一點嘛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 待會兒如果老師 你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 可以來這邊 大家亂來了沒有關係 老師 您可以看到這裡 到底到底誰幹了哪些好事有沒有 有些人以為說 我這樣隨便塗一塗 然後刪掉就不見了 不好意思齁 雲端有個好處 查蛋修訂版本紀錄 剛剛誰幹了什麼好事 我這裡馬上都OK 有沒有可以回到過去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可以隨時回到這個版本 所以老師下次就不用擦板擦 直接在裡面就可以把所有紀錄留下來 有老師聰明了 因為確實可以直接把圖片貼過來 如果你是抓畫面就直接貼過來 這樣也可以直接看到 這樣OK嗎 好齁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 以這個 等一下會清除 把這個清除掉 回到最早的版本 OK